在日本自从1992年以来 国家电视台就连续系列型的报道 电解水也叫还原水的功能 它们命名为精仪之水 电解水的制造过程是 自来水先经过过滤器 把滤先过滤掉 再经过电极板 把自来水就分解成酸性水和碱性水 酸性水是正电位 碱性水是负电位 负电位的碱性水 是有丰富的活性氢 在日本的一些医院里 已经用电解水来治疗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 这位病人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他的脚已经溃烂了 本来需要截去小腿以下的部分 但是医生决定让他用强酸水天天的泡洗 同时还让他每天喝一加轮半的碱性水 在不长的时间里 竟然有了精疑的结果 他只需要切去脚趾头 等伤口预全之后 糖尿病也已经完全好了 这些小孩得了严重的皮肤病 有些大人也被皮肤病折磨得非常痛苦 你们看这个女孩在经受什么样的折磨 吸药已经没有效率了 医生给他们用电解水治疗 让他们每天要喝大量的碱性水 还要用电解水机器流出来的强酸水 来喷洒清洗皮肤 在很短的时间内 竟然有这么惊人的效果 你看 医生病人还有家里人 是多么样的开心呢 在日本的医院里 医护人员用强酸水来治疗 长乳疮的病人 他的效果竟然比药物治疗更加显著 病人们喝了碱性水之后 改变了酸性体质 很快的回复了健康 日本的保育院里 孩子们从生下来就喝碱性水 并且用酸性水来洗漱 孩子们真是成长得又快乐又健康 为什么碱性水 酸性水有这么神奇的果效呢 根据西卡达医生和一些专家们的研究 自由基 也就是活性氧 是造成人身体氧化生病的根源 因为它破坏了人体的细胞 当人们喝了碱性水 也就是负电水的时候 它里面大量的活性氢 也就跟着进到了人的身体 他们会寻找到活性氧 也就是自由基 两个氢 一个氧 就又结合 还原成水 通过人体排泄系统 以完成排毒抗氧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身体从酸性转变成碱性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医生 揭示了还原水的奇效 还原水能使你细胞年轻 精力旺盛 如同酸雨会杀死树林 酸性也会毁灭人的身体 若想保持健康年轻 你必须把身体里的酸性 除掉 加增身体的碱性 电解还原水是负电位水 请记得 负电位水里含有大量的活性氢 它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剂 引用还原水的人身体呈碱性 还原水使人精力旺盛 转病为安 返老还童 日本科学家用世界首创最新的彩色雷射显微镜 证明强酸水的功能 这是显微镜下的细菌 你们看 它们是多么的活药 多么的猖狂啊 但是当试验员滴入几滴强酸水的时候 细菌们可就糟了秧了 当他们接触到强酸水的那一瞬间 就全都被杀死了 你们看 滴入强酸水之前和之后 有这么大的差别 在日本 电解水的机器 已经很广泛的应用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餐厅 旅馆 保育院 甚至医院 在餐厅 人们用强酸水给食品灭菌 给用具消毒 他们还用强酸水来做餐厅的清洁工作 用碱性水做烹饪 厨师们做出了口味特别鲜美的菜肴 日本的一些旅馆里 也是用强酸水来代替清洁剂的 许多医院也用强酸水来消毒 医疗设备 手术间等 甚至用强酸水来洗手 做手术前的消毒工作 为什么强酸水有这么大的功效呢 因为当水的酸碱值低于2.4的时候 一切细菌病毒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所以强酸水可以灭绝所有的细菌和病毒 农业上也应用了电解水 用强酸水代替农药 喷洒在植物上杀死虫害 碱性水使得蔬菜水果长得肥大 味道甜美 高尔夫球场也用强酸水来代替农药杀死虫害 保证了球场的草地鲜绿长青 从以上的事实清楚地看到 电解水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位置 它不仅使我们健康长寿 也让我们身边的环境得到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